早晨 欢迎收看财经焦点 本公上半年一共有两个SPEC 即是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 未来下半年的表现会是怎样呢 我们香港和美国SPEC的市场有什么不同呢 这次财经焦点身边嘉宾有 尊信证券的陈文基 Matthew 和大家分享一下 早晨 Matthew 早晨 不如先和大家说一下 见到美国那边SPEC市场 大家对SPEC的欢迎程度都很受欢迎 为什么呢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实最主要都是分三个原因 就是天时 地利和物人和 先说地利 其实地利就是说市场 大家都知道这些私募市场 其实是在IPO之前 是有一个快速的成长期 如果我们可以在参与这个成长期的话 其实收益相对可能会好一点 所以变成在投资机会需求方面 大量的投资者都希望得到这些机会 第二就是一些钱的需求 因为很多企业 其实他们需要一些 在上市之前需要一些资金 而那些资金 一般来说是从哪里来呢 一定是从其他投资者来的 如果通过SPEC这种方式去融资的话 其实他们需要披露的一些资料 去满足根本机构的要求 其实相对会少一点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其实都刺激了整个私募市场的情况 再加上一个SPEC上市 就是远远短的一个IPO上市 这个就是那个需求 也是我说的地理 尤其是在美国 在这一方面是特别需求 特别多些 人和方面 其实有些SPEC的产品 都要有人宣传 有些什么人宣传呢 其实是说一些发起人 例如知名一些发起人 例如前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又或者是Tesla的主席 麦斯克 他们都是一些著名的人士 他们去宣传的时候 当然比我们去宣传好很多 这个是人和 第三就是天使 因为美国推SPEC的时候 其实是一片在和平的时间 或者是非常好的时间 很暢旺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大家 当时上市的一些证据 基本上都很受欢迎 再加上低息环境 又有很多钱 所以导致这个天使的情况 我们都见到天使地理的人 会刺激美国SPEC的水球 但是会不会说 其实今年来说 SPEC市场的气氛 都静了一点 会不会 实际上是 其实你看回 如果在美国 如果看数据 今年上半年 其实真正SPEC上市 比在之前一年 是下跌了很多 下跌了10% 这个就是 刚才天使地理人物里面的天使 因为美国加息 低息环境不再 就这样 那些什么都会被称为 那些影响 甚至有很多 所以它就会被称为 那些影响 所以我们见到 这方面 就是大大打击了 投资的一些需求 那SPEC也是 一些相对明确性 比较低的 一些投资工具 所以也都会受到 一些损害 所以我们见到 这方面 会挣扎一点点 都要看幾個因素 例如市場氣氛、發起人的效應 要是知名發起人才會有興趣 知名發起人再加上他的事 真的有這個經驗去做 但其實我們香港這邊都有SPAC 今年來看我們香港這邊只有兩隻 表現都一般 其實我們香港和美國的SPAC市場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反應差那麼多 其實市場真的都幾不同 簡單來說就是香港市場是嚴格很多 因為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比較保護一些投資者 先講三種不同的地方 第一就是投資者的資格 在香港的SPAC不是人人可以買的 就是我喜歡買就可以買 不是很多人去講SPAC 但真正可以買的其實只有專業投資者才可以買 而且你要提供證明給券商或銀行 他認定你為一個專業投資者 你才可以經過這些金融機構交易 第二就是SPAC發起人的情況 講的是最少一位SPAC的發起人 需要持有證監會的相關牌照 講的是這個發起人佔的股份是不可以少於10% 最重要就是董事會了 至少都有兩位的成員要持牌的 這也是很大的不同 最後就是一個DSPAC的投資人的要求 其實在香港是需要引入一些獨立的定爭投資人 講的是至少50%的投資人 是來自三間的基礎投資者 而投資者的規模都有限制 大概是80億公元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香港比較特別 或者比較多限制的地方相對美國 美國是沒有一個投資者的限制 沒有一個SPAC發起人的持牌的需求 亦都是不需要引入一些特立的定爭投資人 但是那些什麼因素令到兩個市場那麼不同呢 就是規定限制這樣嗎 我自己覺得最大的不同 主要就是在於那個焦點不一樣 因為第一就是我覺得香港 加本機構包括交易所 其實是多些在保障投資者的各方面著手 因為你想一下SPAC本身是一些相對 不確定是比較高的投資產品 如果很多都沒有一些要求 或者要求比較寬鬆的話 可能會對投資者相對來說 有機會有一個存在損失的情況 如果我們想去買美國的SPAC 是怎樣賣的 是不是好像買美股這樣去賣就可以了 其實都可以的 但是都要看回究竟是否認識投資者 因為剛才說很多的一些美國和香港的不一樣 再加上就是很多的投資產品的透明度比較低 所以變成我們買的時候都是相對比較小心一點 明白 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些風險 要解公司才去做投資 但其實我們現在上半年來講 SPAC我們這邊就只有兩隻新股上市 你覺得接下來我們可不可以 都copy 回美國SPAC的那個業潮呢 其實就要看回整個市場的情況 因為很老實講 第一就是香港的情況 就是剛才說是開放給一些專業人士 所以你看到交投其實就不是說非常活躍 因為你限制了一部份的人士 再加上市場氣氛不是很好 就算我可以去做交易的話 我也未必去做交易 再加上剛才說的天時問題 就是上一年是說的 不可以說是放水 但至少資金仍然是充足 息口依然是比較低些 市場依然是比較高位 今年來講你見到市場是一個大幅的調整 所以變成再加上加息的情況 令到很多市場的人士也是缺步 所以變成就算一些SPAC的投資機會 大家都沒有以前那麼熱視 再加上投資人行方 大家都在想 是否這個時候去推SPAC 會不會遲些好些 實際上我們見到一些美資銀行 其實已經開始是叫做 要少少退場的一些感覺 所以變成我們都在這方面比較小心 但雖然是這樣說 實際上如果你真的要追回熱潮 都不難的 其實主要是市場要好一點 第一樣事情 希望市場氣氛會好一點 尤其差半年的情況 當一部分很多風險已經消化了的時候 市場氣氛很轉的情況 我們有機會追回熱潮 尤其是香港這個情況 是比較特別一些 因為在香港上市的SPAC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見到可能會在內地的機會 比較多一些 也可能一些大灣區的一些公司 有機會在科創公司 有機會在香港SPAC上市 但是如果他們想去美國那邊 去做一個SPAC 難度是不是都高很多呢 如果在香港這邊 我自己覺得 我未必會從難度的角度去看 但我想從意願的角度去看 會多一些 因為始終是一些內地的項目 如果是一些科創公司的話 他們相信在香港SPAC上市 會得到投資者的關注度 可能會再高一點 我們會比較去覺得 他們會在香港SPAC上市 之前說到美國現在的SPAC市場 真的很厲害 今年來說你就說剩下很多 是不是都有些數據 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 剛才說 只是說今年上面 連上2SPAC上市的公司 其實是比上一年 上半年低了 低了90% 應該低了10%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情況 再之前來說 美國SPAC市場 是比IPO市場更加大 這件事 今年也不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很明顯 有一個很不同的情況出現 不只是SPAC淡靜 其實連說 可能新股的 其實都靜了很多 因為市場的情況 沒錯 都想問你多些 Mathiel 大家如果想投資去香港的SPAC 風險其實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 我們首先講到投資SPAC的風險 我們以這間公司為例 就是一個卡車界的Tesla 叫Nicola的例子 他們這間公司 其實是一開始上的時候很受歡迎 但是之後呢 就被沽空的朋友追擊 然後去美國證監會也介入 就發現這間公司 有機會有些誤導的情況 導致股價大跌 我們從這個例子裡見到 至少有三個風險 第一 就是 對呀 SPAC上市的時候 披露的資訊真的很少 甚至乎他都不知道 他買些什麼 所以變成 披露的要求那麼少 會不會有機會做些隱瞞 甚至乎 可能是作假的情況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 第二 就是 不確定很高 因為就算我告訴你 我要買這個賽道 或者買這個行業的一些公司 或者拼購的一些目標 其實你都不知道哪一間 所以變成相對來說 會覺得這樣會不會比較危險 而在美國更誇張 因為他需要去買的時候 那個股值 其實他自己傾了就可以了 即很多不確定 是的 他自己傾了股值就可以了 所以在美國的SPAC 去到做平革交易的風險 相對會比較高 這幾方面 第三就是門部變得比較有參差 因為其實做SPAC 最重要是看法喜人 知名人士會令到這個SPAC 比較受關注 多些人會關注這個產品 可能大家會投資 但最重要的 其實這個SPAC 例如我要買這個賽道 其實這個SPAC的發起人 有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有沒有這方面的人際網絡 或者有沒有這方面 做高管或者團隊管制的經驗 這些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我從來沒有做這個行業 但我是一個知名的發起人 我想做一下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都建議大家會小心一點 就不可以去麻木去追捧一些名人的情況 好 這個就是剛才說SPAC的情況 但在香港其實會好一點 嗯 都要留意一些 發起人的背景 都相當重要 沒錯 但這一節呢 都不感謝Maphew 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兒一會兒 一節財經消息 內地字節跳動旗下社交媒體TikTok 據報在歐美裁員 由美國科技雜誌引述消息說 TikTok正重組全球業務 裁減部分美國的職位 由英國員工收到通知 自己可能被裁員 人事部未來幾個星期 也都約見歐洲的員工 討論裁員的問題 有早期聘用的高層在社交媒體透露 自己的職位已經被裁減 是規模最更大的重組計劃一部分 據報除了裁員 也都不會填補部分職位空缺 報道認為歐美經濟有衰退危機 不少科技公司都暫停業務擴張 例如TikTok已經放棄開設電商平台 人民幣中間價下跌 官方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 最新報6.7451對1美元 較上個交易日跌4個點子 現貨人民幣方面 作案價早斷在6.74的水平上落 離案價在6.75水平徘徊 另外人民銀行連續 人民銀行進行70億人民幣 逆回舊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逆回舊 單日看市場正投放40億人民幣 恒指最新跌跌228點 報20618點 成交超過306億 卓景消息到這裏 有時一會 回來節目時間 這次身邊嘉賓有林家綺、KK在陪著大家 你好KK 你好 跟大家先跟進大市最新的情況 看到港股今早低開之後 一度跌過超過250點 最新仍然有1%以外的一個跌幅 跌219點 報20624點 A股方面 上陣今早都可以輕輕高開 很快又要掉頭行下 最新跌4點 沒有什麼方向 報3274點 至於深淨來說 就跌36點 報12496點 A股後市情況 都要請教一下KK 到上一日上陣 上陣的上陣 也升到1%以外 升到超過1%以外 是否大家昨日 都是去看一看 內訪 其實 那邊明明有些好消息 但是看到今天來講 市有什麼方向 大家到底在等什麼 等待會不會進一步有壞消息 或者看看有沒有好消息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明天其实就有LPR利率 如果你说近期见到 银行、银保监都走出来说 要保住一些交流情况 会不会是略为放松一些 令到市场会多些资金呢 其实近期开始见到逆回购 好像有做少少事 当然冲击就不能太大 所以市场上面 你见就没炒起 如果假如明天真的有这些利好消息的话 市场当然会向好的方向走 而另外坏消息 为什么会有再担心呢 因为暂时看 一些项目有部分是复工犯 但是是不是全部都是呢 甚至乎一些大型的广州 好像都搞不定 所以大家会担心的 在短期之内银保监出声 究竟情况是不是有改善到 如果假设真的转坏的话 整个上证指数也好 甚至乎是短期 整个内房的板块也好 可能会有新一波的一个震撼 到时候股价可能又要再回一回了 可不可以解读为 大家现在都对市场 信心都不太足够了 是的 因为你刚刚这一转 我们见到很多一些负面消息 不单只是内房 你看到疫情的消息 内地的动力又好像不是太足够 再加上这一转 我们见到市场上 其实是憧憬内地经济 是进一步转好 但是又好像动力又不算太大 所以当上证指数 由早前的低位升了上来 现在市场会观望着 更加多因素的机会 就变得很大 而且这一转 都是一些业绩的开始 看到一些营起 营景的股份 营起营景都很多 你会见到都很分化 那么变相投资者 既然是见到 那么多又有一些冲景 已经冲景了 负面消息又好像在酝酿 的话 自然的方向就不会太明显了 见到上证 最新都是要偏远一点 部位3277点 我们港股这一边 都跟进下 有什么活日港股股份 和大家报价 有些什么股份 有就是腾讯牌头位 暂时轻轻靠稳 升1.4 物现价报在334元 阿里巴巴跌超过博数 2.2 美团反复少少 最伤都升到1毫子 若明生物就发了营起 最新就升3毫半 营福基金方面 跌幅1% 第六位 南风恒生科技 跌幅超过1% 恒生中和企业 都要跌幅1% 比亚地股份跌6.4 有邦来说要跌7毫子 中海由升7仙 部位9.92 注意南筹股的情况 都看看 汇丰控股跌超过1% 至于中移动 就可以升到1毫子 港交所跌2个月 煤气方面跌超过1% 版法方面 KK 我们跟下一些有相关股份 虽然大家都现在看疫情的情况 但好像都不太影响到大家出游的气氛情绪 看到证券时报今天就报道 六月份以来 就说内地的旅游市场明显升温 尤其是新疆那边西北旅游的市场 就说很持续火热的一个情况 还有七月份 新疆那边多个知名景区的那些客流 都有一个高峰 另外都留意到今早早 法改委方面都有个消息 就是他们计划去改善法定假期分布 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些相关的消息 都帮回一些旅游股份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留意疫情之后 加上有暑假 是的 没错 你见到的气氛是好一点的 尤其是你见这一转 譬如航空股昨天你发了刑警 你见到一开始那一刻 低完之后就已经再升上去 大家反映了 是对于旅游的预期 甚至乎复苏的情况 是刺激这些股份 可能已经见到短期低位 当然你说国家的政策 无论是很早几年前 是说一些假期的调动 不一定说一窩蜂去一些旅游景区 全部都是过兴假 长假才放 那你会见到这一转 我们说刺激经济 同一时间都是会做一些 譬如旅游的消费等等 而旅游消费之前的基数是很低的 那变相你的低基数效应 大家的憧憬自然会大一点 那当然 刚才有说过就是 疫情情况都要担心 因为部分 一些市区如果仍然有些封城的情况 可能之后的气氛就会回得很急 但是暂时来看 整个方向就应该没有变 都是一些短线调整 但是如果说旅游相关一些股份的话 中线的爆炸力 尤其是今天你见到A股 都相当之好 会不会都可以解读 现在最坏的情况都已经过去了 应该过去了 除非你在疫情里面 或者变种病毒 令到又再完全封城 又或者我们看回 之前一些旅游相关 航空相关股份 已经亏损到某一个程度的话 在这个业绩应该最坏的情况 都应该过去 所以未来应该业绩会持续好转 只是有一件事可能担心一点 就是现金流的水平 你看到航空股份 之前都要由内地国家去注资 如果你看到之后 可能在一些现金流较为出现 尤其是民企的话 会不会有些集资的情况 财务压力会怎样呢 这一部分就要少少时间观察 现金流的情况都相对关注 如果想选一些旅游股份 是选一些专做旅游相关公司 还是选一些航空股 刚才也提过很多次 是 航空股就比较直接一点 但是暂时来看 跨境旅游就未必太明显 所以看到这一阵 航空股是有得升 但是你看到就跟不住大市 可能它要落后一点 中线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在短线一定是最受惠 就是一些酒店相关股份 尤其是今天你看到 内地可能会做得好些 又或者是一些旅游平台 即是攀城也好 唐城旅行也好 这些股份 上半年其实业绩已经有很大的预期会改变 所以如果你说这些可能就会比较直接 拨中线或者落后 就是留意一些航空股 今天来讲 我们讲过这边旅游相关股份 个别发展格局少少的 复升旅游文化预料 上半年亏损 按年缩减 至到介乎1.5亿至2.5亿人民币 今天股份都升超过2.2% 到11.24% 指攀城都是跌幅挨近1% 不是其余两只旅游相关股份 个别发展格局 看完旅游相关股份 KK 不如帮大家看看石油相关股份 原油期货价格方面 就连升第二个交易日 都大幅升到超过半成左右 看着美汇 美汇又跌了一些 沙特阿拉伯那边 拒绝承诺增加产油的情况 看到油股方面 A股那边大致向上 暂时看到中海油A股要向下跌风 挨近1% 未来游隔走势是怎样 未来游隔走势 应该可以继续走回向上的区间 因为沙特拒绝增产 甚至乎是有些由祖国走出来说 不会低过100元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短期下 地板价已经出现了 如果你说在下一转 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的 就是由早改8月会开会 如果你说8月开会 就未必说真的可以升穿之前高位 所以纯粹你说 要拿一成至两成的波幅 就是介乎90多元 未到90元边 90元较为高 如果纯粹贴近100元的位置 去到大约115元之前的技术阻力位置 我相信波幅就可以满 所以如果你直接跟石油相关 我觉得大家可以暴注这个阶段 当然敏感度也有关系 你说中海油敏感度就会比较高 但如果你说其他一些油股 那就看着业绩了 今天来说就是中海油 就是轻轻靠运升到6C 数下去相关的股份 就是安东油田服务 升超过百分之1 暂时跑赢到 下次和KK谈住 休息一会 现在恒生指数都在低台里拉锯 刚才我们低开126点之后 最多跌过255点 低位落到20590点 最新20599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内地股市走势都偏远 还有大家都很关心 包括内地的烂尾楼问题 还有外围经济增长问题 刚才提到 苹果公司全民计划 明年聘用人会慢慢缩减 保守一点 大家对经济前景也担心 板块方面 今天早上跌什么呢 比如在重磅股里跌阿里巴巴 跌一只友邦 拖下股市 汽车股不太好 内需股都不一样 安踏一度跌百分之四 大家留意疫情 内地本土确诊一百九十多宗 没有症状感染五百宗 疫情还未解决 至于石油类股份 在油价急升下反为三桶油走势 能够逆时求运 好了 我们找专家继续聊天 KK在这里 KK 你好 你好 KK 刚才你平内地股市的时候 我看到你都说到房地产 烂尾楼问题 今早我看到瑞银有份报告 值得和你谈一谈 究竟这个烂尾楼问题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保交楼呢 瑞银做了一些功课 我问住建部前官员有什么看法 估计要有三个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到 第一 要国企出手 国企的房地产商接手有关的项目 第二 不如地方政府先做 接管有关烂尾地培 然后卖给国企的房地产商 最终都是他们那里 为什么要找国企呢 因为国企就借到钱 财政实力有 银行肯借钱给他们 继续可以起到楼 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层面 中央会否介入 前官员说有机会 有可能发一些特殊目的债券等等 去融资去继续起到这些烂尾地盘 KK 这些是他认为的意见 这一刻来说就没做 你觉得真是解决到情况 机会大不大 你猜向哪个方向会发展 其实要解决很容易 住建部前官员所说的 我都很赞同 现在说一些国企或央企 因为他们的借贷成本低 以及杠杆低 其实他们有很大空间 可以接受这些项目 问题是这些消息 或者这些方向 其实去年恒大 刚刚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曾经说过 但是你又见到 好像最后又谈不买的 究竟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定价问题 还是一些原本的内房开发商 它不愿意拿出来 还是怎样呢 但是你见到事件 都差不多一年了 现在都七月 去年八月九月开始爆发这件事 整个内房也好 内地经济也好 都已经有个影响 现在连带销银行那一栏 你见到贷款都不供了 那些人因为烂尾了 所以我觉得会加快 中央也好 或者是地方政府也好 它会做一些事情 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只要较为一些中央决策 去拍板 我觉得城市机会高 因为在内地 其实现在一些专项债 那个发出来的时候 反应都会好 所以如果你说由中央政府也好 或者是地方政府也好 其实认识都不算低 你发出来 能够令到一些项目下 那些员工 又或者一些消费的购买者 信心回来的话 内房的问题 可以慢慢地解决 都应该搞得定 差距就是什么层面出手 如果你觉得 刚才你说中央如果肯出手 应该都能够搞得定 这个烂尾地盘那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这样 你知道市场的信心 好像近期那样 都是比较反复一些 昨天内房物馆弹 其中一个动力 就是撑市升五百多点 今天除了刚才数到的 什么阿里巴巴、有邦、内需股之外 内房物馆大致都跌了 所以指数又回到二百多点 现在跌多了 刚才说跌二百五十多 现在二百七十多点 不如说指数 既然这个问题是乐观的话 去到这些位置又行不行 这些位置未去到很吸引 很老实 因为你刚刚 譬如五十天线行指的位置失守 又或者我们看的东西会比较多些 你又要看内房的问题之外 你还要看过美元走势 或者他们未来这几天的企业月积 下个星期联储的动作等等 所以如果真的出手的话 我觉得暂时来说 就未去到吸引力很大 但如果你说 五行指去到大约两万点 或者我就猜一下 一浪仍然是一个底 高于一个底的情况之下 不穿这个底 就应该大约两万至一万九千五 我觉得出手的胜算会比较高 而且现在还未突破之前一个下降形态 所以如果真的突破了 才跟回少许货 如果不是的话 都是拨去这个range短期 向下试一试底 都要像街市买财 市场这么不稳定 抵一点买财 防守力高一点 说一下价钱 说一下价钱 对的 就是稳健 你一拨下去 如果觉得好像怕水位不太多 又不知向哪里突破 宁愿等下 等比较好的位置才进入 但我见你 KK 有几个比较大的科网类股份 你觉得能看得过 为什么呢 反而在这段时间 找一些较为进取的股份 大家看 为何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在我们担心 无论外围的经济衰退 又或者内地经济增长不够 太大动力 其实唯独是科技股 仍然可以确保到 一个中短长线 那个盈利增长 而这几个其实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刚刚上了季度的业绩 其实都叫做不错 当然了 首选的美团 美团昨天都有花旗出仙 唱号回去第二季业绩 虽然股价已经有少少日价 但是在业绩之前 我觉得大家仍然可以 作为一个短线的部署 而另外两种 就是中概股 就是京东和阿里 因为主要你见昨晚 当美股一般的时候 中概股的走势都不算太差 都反映了它是有一定的韧力 就是我们说股价是低位的支持 还有你会认回京东 在我们未来下半年可能主打 都是譬如一些销售 或者是消费类网上消费 其实它的动力可能会足够些 而阿里就看上季 你看到云端业务 甚至乎股价去到一百元附近 你九十多元这些直播率又会大 所以可以留意科技股短期排行大市 好啊好啊 即是应该问阿里巴巴 如果回多几元就可以了 一百元留下都有一点 没搞错啊 一百元九十五元至九十九 九十元那些位置最好 但我相信它未必会调整得太多 可能之前这些低位 其实已经开始有些支持 问一下美团好吗 美团最近都相对比较强细一点 对比较大行唱好的 刚才你提到花旗 我今天见到中信证券都觉得OK 因为它最主要都是看业务 整体来说业务复苏 它说趋势确立了 因为看六月份之后 美团几样东西 整个第二季应该都OK 例如外卖 日军的订单按年增长2.5% 平均日军都差不多四千万张单 收入增长加近乘三 其他旅游业务或新业务表现都很转 虽然旅游跌 但跌少了 第三季行不行 去到今季第三季 应该可以延续到六月以来的复苏势头 目标价259元 看看你有没有补充 KK 补充一样东西 第三季或第四季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主要是看第二季有多差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现在市场上已经觉得 他们仍然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但实际上整个内地经济 尤其是四五月的时候 有个多大影响 究竟现在的现价是否反映了 业绩差的因素呢 可能在业绩打后一个短时间 股价是会有些调整的机会 所以真的要留意一下 业绩是否比预期中好 如果这样的话 比较好的位置来买 好吗 短线都可以留意一下 当然在业绩之前 可以留意一下 大约180至175元 就是之前这个小小的支持横行区 这些位置密集之后 市场就可能会在短线 看这个范围 所以可以在180元楼下的位置 开始考虑了 李先生是200元买的 你说条横线上面210元左右 是不是都去到这些位置 一短线就走 如果真的是短线 或者业绩之前的话 210元可以走走 但如果你问我中长线 是否只有200元 或者210元 我觉得应该不止 所以看看 想不想短炒 短炒就210元作为目标 好,多谢你,先休息一下